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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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楊瑞萱 我是麥寮高中田徑隊 我的項目是400公尺 跟400公尺跨欄 國小的時候就是 跑然後進到田徑隊 然後就這樣一路練上來 然後在國中的時候也遇到 林靜芙教練 然後就一路跟著他到現在 所以就練出了很多 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成績 等一下你在做動作的時候 當你的腳前倒腿夾腳往前的時候 注意前面右跟這個黑龍 過了以後 腳跟手迅速的往後前後爬 他就會重心就會往前 從這一開始的熱身 然後到馬克超 然後到加速跑的部分 然後才進入主課表 我自己個人覺得教練他 每一年給我們的課表都不太一樣 然後每一年教練再進步 精進他自己 然後也另外一方面也幫我們進步了 我們的課表的一些質量 就是練起來自己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訓練上主要第一個就是體能 體能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以速度訓練 那第三個就是他的肌耐力 以及速耐力的訓練 讓他們去在比賽的時候會有更好的表現 我自己有時候給自己加強的話就是 我訓練完回家 我會自己做一些腹背疾跟一些核心 但是在重訓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還是需要再加強 全部的小朋友 像我們早上的乘超訓練 都會讓他們做籃架的補強 變成說每天做 做完變成習慣 那當他們在練習跨籃的時候 就會習慣性地把這個東西呈現出來 教練講最多的應該就是放輕鬆 然後不要想那麼多 把該做的事情 教練交代的東西都做好 這樣成績自然就會出來 練田徑學到了很多事情 就是學到了堅強勇敢跟獨立 所有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玩道 每一個知道要做的事情做好 跑自己的跑道做自己的事 不要被別人影響了自己的思緒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節奏 其實瑞全從補一到現在 已經讓我待了六年 每年給他的跨玩技術的點都不同 今年的話 他的過籃的技術會加強比較多 然後讓他在籃上的成功時間會減少 他第一個優點是他的腿長 跑步又輕盈 跑步的節奏是非常好的 包括他自己本身是屬於有在學音樂 所以他對於節奏與律動都表現得非常好 我每次在帶隊出於比賽 讓孩子的感受就是說你盡力 我們學了多少我們練了多少 你表現出來有到80分已經足夠了 對他們的期許 第一個當然希望他們自己能突破自己的個人最佳成績 那能為雲林縣拿下獎牌也是我們比較希望的 對但主要就是希望他們不用給自己壓力那麼大 因為而且我們又有足場優勢 應該我們表現會更好 我一直以來我給自己的目標 達到的目標就是我希望可以突破自己的個人最佳成績 我今年的目標也不例外 就是要突破自己然後取得更好的成績 221全中運並頂見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